請問大家最快最快一秒鐘可以刷幾次呢? 如果是我自己的話 大概這樣子最快頂多三次 如果是電動牙刷的話 最快一分鐘就可以刷三萬多次 等於是一秒鐘就可以刷五百多次 電動牙刷它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工具 但是拜託拜託拜託大家 一定要 大家好 我是牙醫師李家軍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介紹 電動牙刷和手動牙刷的差異 電動牙刷真的有這麼的好嗎? 它的優點還有缺點到底是什麼呢? 今天就來跟大家詳細的介紹 不過只是用講的 可能比較沒有實際上的感覺 那我們來做個簡單的實驗 那我們就在玉米上面撒上胡椒 這個玉米長得跟牙齒很像 不過還是不太一樣 因為它是整個擠在一起的 然後我們用傳統的牙刷 來刷右邊的玉米 好 來刷右邊的玉米 好 時間到了 電動牙刷來刷左邊的玉米 開始 大家看一下這個結果 結果就是呢 兩邊其實都是刷的蠻乾淨的 那跟大家猜想的不一樣吧 三桶的牙刷和電動牙刷 其實都可以把牙齒刷得很乾淨 只要你用正確的方式 就可以把牙齒刷乾淨囉 電動牙刷有兩個非常大的優點 第一個就是很省力 第二個是很省時間 一般在跟病人餵覺的時候 會建議兩顆牙齒為單位 左右來回刷15次 才算是有刷乾淨 一顆牙齒的話 它有三個面 光是一顆牙齒 就會需要刷15加15加15 45次 這個時候使用電動牙刷 你只需要把你的電動牙刷 放在你的牙齒上 慢慢的去移動你的牙刷 就可以把牙齒刷得很乾淨了 第二個優點就是省時間 請問大家最快最快 一秒鐘可以刷幾次呢 如果是我自己的話 大概這樣子最快頂多三次 如果是電動牙刷的話 最快一分鐘就可以刷 三萬多次 等於是一秒鐘就可以刷 五百多次 如果病人使用的是傳統的牙刷的話 我們會建議至少要刷 五到十分鐘左右 如果是使用電動牙刷的話 就只需要刷兩分鐘 就可以把牙齒完全清潔乾淨囉 臨床上就常遇到有些病人 牙齒都非常的健康 牙齦也非常的健康 都沒有問題 但是呢 某一次 我在幫他做例行檢查的時候 就會發現 為什麼在短時間內 突然間產生了全口性的牙齦萎縮 不是只有一個病人喔 非常多病人都這個樣子 電動牙刷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工具 但是 拜託拜託拜託 大家一定要好好地學習 該怎麼使用 因為你手如果說又出力 然後電動牙刷又震動的話 它對牙齦的傷害是非常的大的 使用傳統的牙刷刷牙的時候 你使用的力氣假設是十分好了 你如果使用電動牙刷的話 至少要用六到七分的力氣 來刷你的牙齒 那電動牙刷有兩種 一種是音波的 一種是轉動的 轉動的電動牙刷 那你的力氣要更弱 你必須要把你的力氣降到三分或是兩分 才能夠保護你的牙齦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刷自己的手背 當你在刷你的手背 如果你的手會痛了 那就代表說你太大力了 但是這個方式啊 它不是適用於每一個人 我很多病人 所以它真的感覺不到痛 所以它也會過度的去刷牙齒 所以我建議啊 在家裡買了一塊豆腐的時候 你在吃它之前 你可以先用你的牙刷刷刷看 如果這個豆腐已經受損的話 你在刷你的牙齦的時候 你要想起那一塊豆腐 那今天我們有準備豆腐 讓大家來測試一下刷牙的力氣 不要買嫩豆腐 買板豆腐稍微硬一點的 假設你用傳統的牙刷 正常的去刷牙的時候呢 看這樣子刷 這個板豆腐啊 它是不會受傷的 好那 如果是用電動牙刷的話 看電動牙刷 哇你看它震動成這樣 我來測試看看 你看喔 它即使是在震動 但是你輕輕的貼著牙齒 這個板豆腐是毫髮無傷的 那我們來試試看 如果太大力刷牙的話會怎麼樣 這個豆腐的表面 它就會產生凹痕 你在刷牙的時候啊 要想起這塊豆腐 很用力的去刷它 它表面的凹痕就會更大 你的牙齦就會像豆腐一樣受傷喔 要小心 一定要選軟毛的 頭小一點的刷頭 再來就是 不要買來路不明的電動牙刷 不是說它有在動就是電動牙刷 OK 你要選可以調整力道大小的電動牙刷 如果說你刷太用力的話 它會亮燈或者是它會震動 或者是它會叫 所以這個部分要請大家注意 一定要挑選可以調整強度的 這個電動牙刷 嘴巴裡面有兩個刷牙的一個盲點 第一個就是下額最後一顆牙齒的最內側 這個地方在刷的時候會被舌頭給擋到 那再來第二個地方就是上額最後一顆牙齒的 外後方的地方 這個地方在刷的時候會被 臉頰旁邊的骨頭給擋到 所以刷這個地方有一個訣竅 大家在把牙刷放進去的時候 要看著鏡子刷 要把牙刷放的很裡面 放到一個你覺得很想要嘔吐的位置 頭稍微低一點 嘴巴盒小一點 這樣子去刷 就可以刷到該刷的位置 你的舌頭呢也會自然而然的放鬆 你就會知道 啊原來你以前都沒有刷到這個位置 第二個刷牙的盲點 上額最後一顆牙齒的最外側的地方 那當你啊啊嘴巴張大的時候 這邊有一塊骨頭 它會往前跑 跑到你的牙齒的外側 你要把牙刷放進去的時候 就會被那個骨頭給擋到 這個時候 你的牙刷一定要買小頭 越小越好 有些病人他市面上很小的牙刷 他也放不進去的話 你可以去買單數毛牙刷 已經買了最小的牙刷 還是放不進去的話 嘴巴合小一點的時候 你的牙刷就可以放進去了 因為你這塊骨頭就會往後移 它就不會擋到你的牙齒了 電動牙刷它的刷頭是可以更換的 各位好朋友各位朋友們 刷頭一定要定期更換 至少三個月要更換一次 再來記得要放在一個通風的乾燥的地方 好然後還有一個要注意的喔 在使用電動牙刷的時候 把牙膏擠上去之後 放到嘴巴裡面 再打開開關 你如果直接打開開關的話 哇那個牙膏 它會噴得到處都是 那大家看完這部影片之後呢 再來好好的使用你的電動牙刷 讓自己的牙齒更健康 切四塊 真的是很像在做料理節目耶 我沒有穿著衣絲袍切這個東西過 通常都在切牙肉 沒有切過豆腐 我以前小時候很喜歡物理 有一個牛頓第二定律嘛 F等於MA 那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速度的變化的話 就會產生一個額外的力氣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